這條題目就說X的平方減Y的平方就等於32 第一步就知道這個東西可以刷成X加Y 乘以X減Y等於32 下一步就有點困惑了 我claim這個X和Y的機偶性相同 為什麼呢?如果它們不同的話 只有一種情況就是一個是單數,一個是雙數 如果是這樣的話,它們兩個數的和就一定是一個單數 兩個數的差都是 然後一個基數乘以一個基數就不會等於一個偶數 所以既然它們兩個的機偶性相同的話 即使它們兩個數都是基數的話都可以的 X和Y都是基數 那它們兩個的和就馬上變成一個偶數 那旁邊的那個也是 那所以一個偶數乘一個偶數當然就可以等於一個偶數 那所以我剛剛就已經口述了 X和Y這兩個數是機偶性相同的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我們就不妨切X 就等於Y加2M 那M是什麼呢?M就是隨便一個正整數 那這樣寫 那M是隨便一個不是正整數 而M是隨便一個整數就可以了 不需要正的 那是這樣的 那由於機偶性相同 那它們中間的X 我們就說這個是2M 那M真的什麼數都可以的 那如是者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拼回到原本的這一條色 那就看看這一條色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這一塊東西呢 我們就會變成 Y加2M 這一塊的平方 減Y的平方就等於32 那你就看到呢 那二次方的Term呢 就在這一刻就沒有了 那結果呢 我們得出呢 就有一條這樣的色 Y等於負M 加8overM這一塊 那由於我們最終目的 是需要找一個整數解 那那主角呢 這次Y呢 就在這裡了 那我們看看 M 它本身就已經說過 這塊是屬於一個整數 那然後我們討論呢 就是一個分數 會不會是一個整數 那在這個 這樣的條件之下呢 那也就是 這個 這個 8 我們需要的條件呢 這個需要是整數啦 那 變換之下呢 就真的說 8是需要給M整除的 那得出來呢 M就不是只有很多的結果 那M可以是等於 正負1 正負2 正負4 還有正負8 就是這樣啦 那所以呢 那到頭來我們解出來呢 因應這個M 那我們可以解回那個Y出來啦 那我們解出來的Y呢 就發覺又不是只有很多東西可以選的 那我這樣寫啦 那我這樣寫啦 那解出來Y的呢 就會等於 2呢 喂喂 應該是正負2 又或者正負7的 那我這樣寫啦 那絕對值Y呢 這個東西 就會等於2 或者7 那我把這個呢 扣回到最原本的那條式呢 我們就會得到 X X 這個東西呢 就會等於 6 或者9 那由於有正負的關係 我這次右腦就絕對值啦 那麼 空間的關係 那陣子 所以呢 那這次認真真寫一些題解出來啦 那這一條題的題解呢 就會變成 有很多組啦 X 和Y 我們來看看 有 9 和7 好一個的 9 和負7 負9 和7 負9 和負7 跟著呢 就是 6 和2 6 和負2 負6 和2 以後是-6和-2 就是這八組